在青海秘境的深处 威俄的昆仑山脉和唐古拉山脉之间 有一块横跨青海、西藏和新疆的高山台地 那是一片神秘的土地 充满了危险,也充满了生机 这平均海拔4600米以上的广袤无人区 是藏羚羊等各种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和珍贵的世界自然遗产 这就是人类最后的净土 可可稀里 著名的捉奶湖 藏羚羊的蝉仔地 由于近年雪山容雪增多 湖水不断外溢向东 把库塞湖、海滴诺尔湖 以及数以百计的小湖汇合起来 形成了巨大的新生户 形成了巨大的新生户 蒙古玉玉角七色的山梁 它的整个面积是4.5万平方固 它是号称是千湖 万山是从千湖之地 人间精通的洞湖 它这里面的话 湖皮的湖 像这个湖的面积的话 像2平方公里的湖有107个 200平方公里的湖就有7个而已 库塞湖、庄奈湖、柯克希林湖、西津布朗湖、 可可溪里的氧气含量 只有低海拔地区的一半 全年平均气温低于零度 在这气候严酷的高寒地区 人类的活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古往今来 没有人类常住在此 可可溪里因此 也被称为人类生存的禁区 没有人类的干扰 这里反倒成了野生动物最后的天堂 藏羚羊是可可溪里的代表性动物 又被称为高原的精灵 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它们皮毛成蛋黄褐色 雌性五角 雄性有角 细长四边 乌黑发亮 它们拥有强健的四肢 奔跑速度可高达每小时九十公里 藏羚羊是季节性迁徙动物 并且有着很独特的迁徙习惯 从每年的六月中旬到七月初的时候 藏羚羊就开始迁徙 藏羚羊迁徙到我们的可可溪里 福南湖 迁徙的大概它的迁徙时间呢 就是九个月左右 到八月份的时候 它就是围棋 藏羚羊迁徙的时候 主要就是牡羊在迁徙 牡羊不迁徙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由于沙图石走私 藏羚羊遭遇了大规模的盗裂 导致种群数量急剧下降 濒临灭绝 藏羚羊保护英雄索南达杰 在于持枪盗猎者的搏斗中牺牲 唤醒了全国对可可溪里 藏羚羊保护的广泛重视 可可溪里的第一个保护战 索南达杰保护战 就是因此命名的 我们这个索南达杰保护战呢 是可可溪里的窗口 它主要负责的任务就是 凡两道 还有就是对过往游客的这个 生态环保展厅的那个讲解 还有就是救助野生动物 主要救助的野生动物 藏羚羊藏羚链为代表的 都是需要救助的动物 还有什么紧雕铁链锁 我们这个保护战呢 主要也就是以救助野生动物为目标 主要我们的这个保护战 建立之处呢 就是野生动物的这么一个救助 这是恒云元祥 给我们新建的野生动物救护中心 像后面这个蔚蓝 4500我们的蔚蓝 也是他们如此新建的 还有感谢好多的爱心企业 对我们可可溪里的关注 我希望这些爱心企业能够一如既往 能够继续发扬爱心 把可可溪里这片净土关注好 我们也会向国人承诺 我们一定会把这片净土守护好 可可溪里拥有世界特有的高原生态系统 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这里大部分的物种都是高原特有的 有些数量稀少甚至冰微 属于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 动物就像它这里面分布的野猫牛 葬野鱼 还有雪豹 还有蛇蜊 葬野鱼 这些都是可可溪里分布的野生动物 随着近年来野生动物和环境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 各种保护动物的数量都在稳步地回升 自然环境也得到有效地保持 可可溪里的守护者们 一代一代传承着他们的信念和责任 不惜自己身体健康 放弃与家人陪伴的时间 常年进山 上站 寻山 救助动物 守护着这片净土 可可溪里的美 并不只是那珍贵的野生动物 和那世界独有的生态系统和风景 而也是守护着可可溪里的人们 从今年开始我们是生意成功了 生意成功了以后就意味着 以后就要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管理 还要受到他们的公约 所以我希望在以后的这些花宝这些活动中 我希望能有更多的能源意识 能保护到可可溪里这边净土中 能把能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看到这边净土 再一个会议就是来往的游客 在欣赏美丽风景的同时 一定要把自己的垃圾带走 不要让因为就是因为你们的 不要因为好奇年头的风景 或者好奇野生动物 让这篇圣诞环境树到了我们的鼓掌 谢谢大家